第十六屆基加坡金曲獎 全方位音樂文獎 得主是 蔡劍亞 恭喜蔡劍亞 蔡劍亞 我覺得獲得這個獎項 絕對不是宇宙的力量 因為蔡劍亞是瑜伽的高手 蔡劍亞 謝謝YES933 也謝謝金曲獎 其實沒有想到可以得到這個獎 我感受非常非常的多 因為其實在出道的時候 其實也算是一種誤打誤撞 走進了音樂這條路 當時也沒有太多的夢想 甚至說在做音樂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也不曉得 自己在做什麼東西 然後也沒有想到 可以一直這樣走下去 在做音樂的整個路 這條路當中 其實我覺得我非常的幸運 有很多很多的機會 但是其實我最真實的 真的就是路上碰到的挫折 還有失敗 所以我要謝謝宇宙 就是一直在我迷路的時候 讓我在打開自己的世界 讓我去找到我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然後找到一種自信 還有信心 所以我希望每一個對音樂有夢想的朋友們 請你不要放棄 因為當你放棄的時候 你也不曉得你會做 你會失去什麼 就是很偉大的事情 所以謝謝大家 我覺得每一年可以來到金曲獎 真的是很光榮的一件事情 那也是一個非常大的推動力 就會覺得我每一年就是要上台 希望就是可以帶給大家更好的音樂 然後得到大家的肯定這樣子 我好想起我離開 愛是我最美麗的一個音樂 想口氣 雖然的人就都沒有呼吸 有多重心 不可能有了這種夢境 就算未來還未知 記得把心打開 想留著那次的愛 其實這段時間 其實我忙著很多很多的事情 就是很多都是在幕後做的事情 像在自己在 在完成自己的英文專輯 已經隔了七八年 我終於又要再發一張英文專輯 全創作的 然後另外就是為納英 製作他的專輯 這個也是我在十一月份 非常非常的緊張的一件事情 然後另外就是 準備明年的個人演唱會 對 所以算是都非常重大的事件吧 啊 誰與相遇一遍 真要放在哪裏 世上越遠越穿 只是阻碍絕對 哈哈哈 比較非常重重的事件